所以大家经常说 眼睛不好的人耳朵特别灵敏 对吧 这就是代偿功能 其实人体是有很大奥秘的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密码 没有开发出来 支离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 但是把这个意象放大 我们会觉得 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 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 果真那么遗憾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 身体上有残障的人 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还存在另一类人 他们虽然身体健全 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 这样一群人 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 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 那么 这种放过错受过刑的人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叫身途家的人 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 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 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 就是断去一脚 那么这个人呢 少了一只脚 肯定是犯过过错 他跟郑国的大夫资产 同样在博婚无人的门下 做学生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境地 所以资产一看 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 自己贵为大夫啊 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 有一天呢 他忍无可忍的 就跟身途家说 他说你看 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 你要是先出去呢 我就等一会再走 如果我要先出去呢 你也等一会再走 咱俩就别一块出去了 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走 你走了也不方便 你索性在这再等一会 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 神途家就问他 他说我听说啊 这个跟着老师学习 一个明亮的镜子啊 如果他真的明亮 是不落尘埃的 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 就不能明亮 人心也是如此啊 你怎么会觉得 跟我这样的人在一起 就是一种耻辱呢 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 哪去了 子产说 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 我是个执政大夫啊 神途家就更冷笑了 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 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 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 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 他们由于双脚健全 觉得我是残疾人 总在笑话我 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 我来这里学习之前 我是满怀的怨气 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 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 我的怨气就四散了 他说我在老师门下 整整学习了19年 他从来不觉得 我是一个独角之人 他没说过这个话 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 还说你自己是一个执政大夫 你难道不惭愧吗 子产听完以后脸色就变了 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内心的惭愧涌起来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惭愧 这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 在一个肢体不全的人面前流露出的惭愧 这种惭愧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缺失 他明白了说一个人并不靠他的肢体 甚至不靠他的权位来评价他是否成功 而在于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位置 同样的事情 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 他说呢 有一个受过刑的人 叫做书山五指 五指也是指他断去了一只脚 书山呢 是他的字 这个书山五指呢 有一天去到孔子的门下求教 孔子正在给学生上课 这个人来了 说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人生之道 学一些学问呢 孔子一看觉得这是一个火典型啊 反面教材可以给学生讲讲课了 就跟他说 你年轻的时候做人不谨慎 很鲁莽 招致了祸患 所以落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已经这样了 才到我这儿想要来学习 你觉得人生还来得及吗 你不反省吗 书山五指当时就安安静静的说 他说我正是因为年轻无知 我会失去一只脚 但我现在知道 生命中有比一只脚更尊贵 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来找你求教 他说天没有什么东西不覆盖 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承载 夫子 我视你为天地 但是你排斥我这样一个人 那好 我走了 孔子当时 当然这是庄子写的啊 说一位万事实表 那种惭愧之情 犹然而生 对不起啊 那就请你进来指导指导我的门徒吧 书山五指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孔子遗憾呢 回过头来跟学生讲 说大家看一看 这样一个已经有过过错 受过刑罚的人 还知道生命中有比他的脚更完备 更值得尊敬的东西 到我们这里来讨教 而我们是全身全德之人 我们熟能不进取呢 在这里 庄子举出种种这样的人 是为了说明 他们仍然有一种内心的力量 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 君子不是无过 而是过而改之 君子之过勿但改 他不怕改正 那么君子之过呢 有如日月之时 过也人皆见之 耕也人皆养之 他错的时候 大家都看见了 他改了以后 大家重新敬重他 这些敢于亮出自己的弱象 而且滋滋一求的人 仍然能获得人的尊敬 从生徒家到书山无止 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 都是曾经有污点的 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 不是像现在 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 身体上看不出来 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 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 先天残疾 他们其实背负着双重压力 支离书只是一重压力 别人看着 觉得他不好看 他是一个怪人 但是他没有道德上的愧疚 而这种砍去一只脚的人 一看就是永远耻辱的烙印 这些人是扛着双重的负担 但是为什么他能在世界上活得坦然 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对号入座 说全社会现在有多少 其实全社会就算是东国大狱 肢体健全的人 在人群中的比例也是位乎其微 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放大这个群体 那就是每一个人 闷心自问 我自己在心灵上 有没有这样的残缺呢 无论是生徒家还是书山古尺 他们虽然犯过错误 但是他们支持而改 用一种内心的力量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都很大 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 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 鱼丹装起心得 总有路可走 人难道只有肢体残缺这一说 没有心智上有残缺 而不自觉的吗 其实在今天 是一个表面看起来 媒介发达 资讯贯通 科技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的时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每一个人